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正门与雨中的马车之间的空气里多出了14只闪电般的雨剑 这些雨剑越过潮小树的身判 刺破密集的雨滴 极诡异地避开马车园上的那名魁梧的车夫拦截 然后在那道车帘上留下了14道空洞 嗖嗖射了进去 车厢内的消苦雨皱着眉头 本就极为愁苦的苍老容颜 此时显得更加枯高 盯着眼前的空间 体内仿佛无穷无尽的念力充斥着车厢 竟隐隐然让箱内弥漫着一股淡淡蓝香的味道 就在这片如蓝的空气中 是一股极为诡异的画面 在车厢外 如同闪电一般的雨剑 一旦进到这位苍老强者的身前 就如同进入了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 瞬间失去了所有速度 变成了静止的死物 十四只雨剑竟是全部诡异的静止悬浮在空中 没有一只能够沾到他那身古朴的衣衫 一只雨剑悬浮在车厢内的空气中 距离消苦与紧促的眉心只有不到三寸的距离 两只雨剑静止在他的眼前 更多的雨剑在他的双手之间静止悬浮不动 静止的雨剑飘飘的落下 就像是车厢外的雨水 更像是被雨水击落的青嫩树叶 再锋利的剑簇 再坚硬的剑杆 一旦失去了黄阳硬木工和绞筋弦所赋予的速度 便失去了所有的杀伤力 像垃圾般落在消苦雨的脚下 但为了应对这十四只闪电般的雨剑 纵使使军中强者消苦雨 精神也不免为之有所牵动 念力对车厢四周天地元气的控制出现了一丝漏洞 对于曹小树这样的人物 敌人的任何漏洞都是他的机会 他感觉到心脏处的层层丝囊松了一分 弃海处万针刺下的苦楚弱了一分 只见他轻笑一声 青山阵雨卷昧而飞 整个人的身体变成一片落叶向马车上飘了过去 园上那名魁梧的车夫闷哼一声 手中那条不知用了什么材料制成的马鞭猛地抽打过去 身上粗布衣衫内极暗淡的土黄色光芒乍现即隐 很明显是位舞者 因为年老体衰境界惊人的大念师身旁 必然会有武力强悍的近视 就连宁缺都能想到这一点 曹小树自然不会无算 一边麾下 风雨避疫 曹小树身上湿透的衣衫被静风吹得鼓鼓作响 而此时他的身体已经变成一片落叶 极柔极轻毕了过去 左手中尸二指并没见觉隔空戳向那名车夫近视的身体 指尖锁向 被吹乱的雨丝里骤然出现了一道白线 车夫再次闷哼一声 回边在空中一绕 画了道弧圈击碎这一指 正在再次挥边阻止曹小树时 却被小腐处的剧烈疼痛打断 他瞪圆双眼向下看去 只见一把样式普通的坡刀正深深地插在自己的肚子里 在雨中一路狂奔一路射箭的宁缺 明知道车厢里的大念师和车员上的车夫都是修行者 但脚步没有丝毫停顿 只是比曹小树稍晚片刻跑到马车之前 然后他就地翻滚 钻到两匹骏马身下 避开那名车夫近视的目光 弃剑抽刀 他仍在马腹之下 右手紧握着坡刀 却从马臀后方 从车员下方斜斜向上捅去 这阴险的一刀 极准确地避开了对方身上可能穿着的软甲 深深捅进了对方的小腹 刀锋入腹并不是致命伤 宁缺面无表情一翻腕 手中坡刀一拧一脚 顿时把车夫近视腹内的腹葬搅成了一塌糊涂的乱物 车夫看着那把腹中不停搅动的坡刀 面露惊恐绝望之所 喉中呵呵作响 被雨水冲洗多时的金属刀面本来就是冰凉一片 他却觉得无比的灼烫 宁缺此时没有心情去欣赏对方临死前的表情 手搭在车员上 身体灵巧翻起 从车夫近视的身边冲了过去 紧随着潮小树的身影杀入了那辆神秘的马车之中 连起 七寒春雨入 潮小树的脸色苍白 眼眸明亮 一挥手击开萧库宇迎面袭来的那柄短杖 萧库宇面色骤变 调集体内所有的念力 想要将这名难缠的江湖人物直接击毙 宁缺从潮小树膝间钻过 闷哼一声 猛地向前跪倒 手中锋利的尖刀狠狠地刺穿萧库宇的脚掌 萧库宇像一头苍老将死的野兽般 痛好起来 因为脚掌上的剧痛 明想再一次被打断 但他那双苍老如枯枝般的手掌 已经像蒲扇般张开将要拍下 面无表情的超小树狠狠一头撞进老人的怀里 撞散对方凝聚全部念力的一击 反手自靴间抽出一把血量的匕首 狠狠扎进对方的脖颈 扑 一刀 两刀 三刀 十四刀 潮小树跪在消枯与枯瘦的身上 左手死死按住他的右肩 右手拿着锋利的匕首不停地捅着 脸上没有一丝表情 鲜血喷在青山上 化作一尾南鸣的阴色花朵 直到最后老人的脖颈处 只剩下一层薄薄的皮肉相连 纵使浩天老爷也无法复活 他才收回手中的匕首 在车厢里慢慢站起身来 港口另外那辆马车一直没有动 一直安静地停泊在春雨之中 无论是最开始的屠杀 朝府里的惨烈战斗 还是街巷间这场惊心动魄的剑刀斩念诗 都没有让车厢里那位微胖的年轻人动容 他只是静静地看着自己如偶结般的手指出神 在修行者的世界里有几条被公认的定律 同境界的念诗 基本上可以横扫同境界的剑师扶持同侪 正如北山道口吕清晨老人可以稳稳压过那名书院企图 然而今夜这场战斗最后的结果却有些出人意料 同样是动旋境界上品 大剑师居然杀死了大念诗 同样是动旋境界上品 大剑师居然杀死大念诗 实在是令人有些想不明白啊 不过朝小树 你真是了不起啊 修行者间的战斗 竟被你硬生生地打出了壮阔铁屑的味道 微胖的青年人虽然年轻 却已经是亲王府的供奉 他在心中默默赞叹感慨朝小树的强悍生猛 眼眸里却依然全是漫不在乎的意味 先前他是不屑出手 但他相信只要自己出手 无论是朝小树和那名没有见到过的家伙如何强大 都只有死路一条 因为他是天命以下无敌的王景略 走吧 让我去为这位长安黑夜的传奇送上最后一程 王景略轻轻搓着光滑肥嫩的手指 微微一笑说道 话语里充满着强烈的信心 还有那么一丝掩不住的兴奋 每次要杀死一位真正强者之前 他都很兴奋 马车没有动 也没有人回答他的命令 王景略微微皱眉 紧绷宽大的额头上出现了极少见的几丝细纹 他眯起了眼睛 隔着厚重的车帘感知着马车四周的元气波动 却没有发现任何异样 也没有发现任何人正在巷内窥伺 车厢内一片死寂 只有花花的雨声陪伴 这位号称天命境界以下无敌的年轻强者 心中生出了强烈的警照 却又觉得这种警照毫无来由 他静静地坐在车厢里 沉默了很长时间 听着车外的雨声 忽然伸手掀开面前的厚重车帘 车帘掀起一角 忽然那片莲角就此轻飘飘地浮了出来 飘出了半丈远 然后又轻飘飘地落在地上 王景略瞇着眼睛 看着远处雨水间的那片莲角 右手微曲一弹 身前车帘再次飘起 然后毫无意外地再次割裂 变成雨水里的布片 马车旁似乎有一把无形的刀 没有感应到任何修行者的念力波动 只有天地间的元气在车帘被切割 飘离的瞬间发生些极微小的变化 如果他不是大唐年轻一代的强者 或许连那丝天地元气的细微变化 也无法察觉 想到某种可能 王景略的脸色变得有些微微发白 片刻后 骄傲终究是战胜了对未知的恐惧 他闷哼一声 双手十根胖乎乎的手指 像养风过足的百合般炸开 强烈的波动瞬间从车厢内席至外围 把车窗车门尽数震开 紧接着他轻吟一声 想要掠出车外 然而下一刻 他极为狼狈地停住了身体 变成了一尊雨中的石像 整个巷口已经变成了另一个世界 他试图突围的动作 直接引发天地间凶险的气急 地面青石板上积着的雨水 开始剧烈颤抖 不时跃至空中然后落下 就像是大和国春日记里 男女们疯狂地舞蹈 而巷口上方的夜空 则变成了浩天老爷的神奇作坊 所有从那处夜空里坠下的雨滴 都变成了锋利不可阻挡的小刀子 无数雨滴 如无数把锋利的小刀 从夜空上方落下 落在港口的这辆马车上 落在香板上 香板片片碎裂 落在车缘上 车缘变成木粉 落在缘前两匹骏马身上 马儿鸣都为鸣一声 便瞬间被雨滴切削成了肉泥 万滴春雨落入巷口 雨中的马车外围 所有的事物崩结粉碎 很诡异的事 落在车厢里的雨 就像是真正的春雨那般温柔 击打在王景略苍白的脸颊上 没有留下一道血痕 雨中的王景略 看上去异常狼狈 凄惨坐在身下 仅存的那块车板上 身上的衣服早已湿透 几缕湿发 有气无力地搭在额头 他有些枉然地抬头 望向夜空里落下的雨滴 身体开始控制不住地剧烈颤抖 不知道是因为寒冷 还是恐惧的缘故 他艰难地低头望向 深周夜色里的四道巷子 看着巷子里地面上 舞动的雨水 看着由四道巷子和雨水 组成的那个隐喻的景字 苍白的嘴唇微微息动 喃喃自言自语道 景 景自佛 雨水从额前尸发上躺下 王景略失魂落魄地转动着头颅 在雨夜中搜寻着敌人的踪影 平日里的骄傲自信 早已变成了绝望和恐惧 他忽然剧烈地咳嗽起来 弯着腰 用手重重地拍打着身边的雨水 像被欺负了的小孩子般豪荡 不可能 怎么会有神福诗 是谁画的福 遇之后诗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作者 猫腻 演播 酸咸人 第六十二章 杀人除田 别样泪 四岁初十 六岁能赶之 十一岁便不惑 十六岁入洞悬 又用了十年时间从洞悬下品攀升至洞悬上品 用连续的胜利打下知命以下无敌的名统 无论怎么看 大唐宣府人士王景略都是一名修行道中的天才 但王景略很清楚 一天没有和那些偶尔从不可知之地出来的青年男女队上 自己身上这份年轻修行者天才的名号便不扎实 所以他更希望别人说他是个沉稳老练的修行者 而不希望世人称赞他是所谓的修道年轻天才 他想拥有与境界高深的修行者相称的气度风范 于是即便很年轻 身体也很健康 他并没有什么肺病 他也总会时不时地咳上两声 但此时狼狈坐在春雨之中的他是真的在咳嗽 因为恐惧和枉然 他被雨水呛着了 他脸色苍白地看着巷口渐渐出现身影的那个高瘦道人 身体颤抖得越发厉害 走出巷口的那个高瘦老人 穿着一件肮脏的道袍 袍子上不知道有多少油痕污垢 脸上的三角眼里目光闪烁 配上几根稀疏的长须 看上去异常的猥琐下流 根本没有任何世外高人的模样 我花了半天时间画这道符 你觉得怎么样 瘦高道人隔着层层雨帘 望着跌坐在巷口里的王景略认真的问道 在他的脚下 亲王府那位中年胖子已经变成了一具死尸 身上的衣服 甚至是衣服下的皮肤 就像是经年脱落的油漆般片片战裂 看上去异常恐怖 王景略惨然一笑 望着瘦高道人丧气的说道 我大唐福到大家 不过十数人 愿意穿着道袍的 自然是浩天道南门的四位神服师之一 需要前辈这样一位神服师 足足花半天的时间画出来的符 以街巷为机 以雨水为墨 这道镜子符自然可怕 我只是不明白 前辈为什么不直接杀了我 那位浩天道南门的神服师微微醋眉 挥手在空中画了一个字 赶走深周恼人的春雨摇头说道 岳伦国的河沙 南晋的剑客 军部的老头子 这些人死便死了 但你不一样 我奉命不让你出手 就是为了保全你 王景略 你年纪轻轻 便已经站在了知命境界的门槛上 实在是罕见 听闻书院里传出过消息 国师和御帝也都对你做过点评 认为四十年后 你极有可能触到五镜之上的那层纸 我大唐念 我大唐当年轻比较难 所以 你要尽可能努力争取 再活四十年呢 王景略脸上的神情变换不停 你不要回王府了 去全县 笑历三年赎罪 说完这番话 神福师转身 向幽黑的巷中走去 南南说道 春风亭老巢 又不是什么小猫小狗 如果他这么好杀 难道十几年前 我不会去杀 清秀清阵 坠入雨水间的单薄青钢线 翁鸣飞起 回到曹小树手中 他回头看了一眼 站在身后的宁缺 确认除了一些小伤口外 少年并没有受严重的伤害 点了点头 收剑回鞘 离开那辆马车 向街向前方走去 走到春风亭横一街口 曹小树停下脚步 望着雨帘后方那处 宁缺抬臂擦掉额头上的雨水 顺着他的目光望去 沉默了很长时间问道 你在等人 嗯 曹小树右手按在剑柄上印道 一个叫王景略的人 但好像他不会来了 宁缺皱了皱眉头 把坡刀从右手交到左手问道 为什么 曹小树回头看着宁缺脸上的黑色口罩 微笑说道 我大唐出一个修道天才不容易 可能是有些人不想看着他死在我们手里 我可没有你这种自信 宁缺回想着今夜的连番战斗 想着那几名强大的修行者 心想如果没有朝小树在前 自己早就死了 感慨说道 如果是你那张底牌起的作用 为什么他不早些出手 偏要打生打死的 在零四十七项 我向你解释过 那张底牌一旦亮出 整个长安城便无人感动 那么就无法知道那些贵人们手里 究竟有多少张牌 以及他们的心意 曹小树忽然开口说道 陪我逛逛 宁缺抬起右臂 抹掉刀锋上的雨水和血污 插回背后的刀鞘点了点头 雨比仙权小了些 稀稀利利地落在春风亭四周的街巷里 朝小树的手离开了剑柄 覆到身后 行走在安静的街道上 身上那件青衫依旧笔挺 面容依然平静 只是比战斗之前苍白了数分 除此之外 似乎没有任何变化 宁缺跟在他的身后 一边走着 一边撕下一脚 扎住右臂上的伤口 那几道血口 虽然又浅又细 但自闽山里走出来的他 还是习惯节省每一滴血和力气 雨向湿街 他们二人 围着春风亭四周走了一圈 就像是一队刚刚经历血战后 开始巡查自家领地的师兄虎弟 走回朝府正门 朝小树的脸上浮现出淡淡疲惫之色 揉了揉眉心 一掀青山金白 就这样坐在了尸路的台阶上 几名残余的唐军士族大喊着向他冲了过来 宁缺反手抽出背后的坡刀 向着身前砍了下去 每一道刀光便会砍倒一名对手 冲到十阶前的唐军士族们 就像是树木般依次倒在阶前 不时他的嘴里还不停喃喃地念着 人在江湖飘啊 哪能不挨刀 我一刀砍死你 我两刀砍死你 朝小树坐在尸路的石阶上 疲惫地用剑鞘撑着身子 看着眼前这一幕 眼眸里的亮色越来越浓 他早已看出宁缺的刀法 带着军中刀法的影子 但更多的是出手时机方位的精妙选择 却是只有生死之间才能悟出的道理 宁缺的刀势沉稳甚至剪拙 但偶尔却又如雨点般诡异飘忽 始终秉持着一个原则 那就是出刀最为省力 落刀处却必然是对手最薄弱的部位 这真是杀人的刀法呀 朝小树看着片片刀光 回想战斗中的那些画面 宁缺表现出来的强大意志心性 以及绝佳的判断能力 他想到他的真实年龄 不由在心中默默感慨道 可惜小家伙无法修行 不然大唐帝国的未来 他必将占据极重要的位置 看着府门前被雨水浸泡如烂木般的尸体 看着扛着坡刀喘气的少年 朝小树微微一笑说道 杀人能不能杀得有点失意呀 你杀人的时候更像是在除田 宁缺转身 扛着肩上的坡刀带起一道血水 他看着时间上的中年男子 指着从天而降的夜雨 气喘吁吁地说道 失意一直都有 至于除田 哪有砍人这般泪 欲知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作者 猫腻 演播 酸咸人 第六十三章 仪式人 两碗煎淡面 零四十七下 夜色深沉 老笔斋的大门被人推开 然后又迅速地关闭 里面暗淡的灯火 像星星般闪了一丝 便重新熄灭 宁缺解下了身后沉重的武器 撕掉大黑伞外面的布套 又脱掉身上湿路沉重的外衫 递给站在身前的桑桑 寻常问了句 饿了 面煮好了没 桑桑把手里的干毛巾递给他 重重点了点头 开心地说道 我给你端上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端了上来 依然是四粒花椒 葱花却比平时多了不少 面上摊着的那面金黄嫩白的煎蛋 更是极为罕见 坎人确实比橱田还要累 宁缺此时浑身湿路 腹内更是鸡肠碌碌 哪里能够抵御得住 夹葱煎蛋面的诱惑 顿时眼睛一亮 放下微湿的毛巾 捡起筷子 匆匆大吃了起来 显得香甜至极 桑桑见他吃得高兴 幽黑的小脸蛋上满是高兴神色 拿起那块微湿的毛巾 站到他身后 开始替他擦头发 时不时提醒一句太烫了 不要吃得太快等等 就在这时 昏暗的店铺内 响起了两声咳嗽声 始终无人理睬 仿佛隐形一般的长安城大佬 看着这对主仆对自己视若无睹 对话交谈 终于忍不住开口说话 咳咳 面很香 数个时辰前 朝小树来到老笔斋 第一句话也是这几个字 桑桑继续替宁缺擦头发 就当没有看见这个人 没有听见这句话 宁缺的反应 却和烧钱有了一些区别 低着头 看着汤面 含昏的说道 嗯 给他也来一碗 一会儿功夫 第二碗汤面端了上来 朝小树看了一眼四周 发现除了圈椅之外 没有什么作剧 也并不在意 就在宁缺身旁蹲了下来 拿着筷子吃了几口 却发现自己的面 似乎和宁缺碗里的面 有些不一样 标准的四粒花椒 三十粒葱花 但是 没有肩带 他忍不住拿起筷子 轻轻敲了敲宁缺的碗颜提醒 宁缺用余光瞥了一眼 险些笑出声来 转头对桑桑说道 哎 别太小气 再煎个蛋 煎蛋终于来了 宁缺和朝小树捧着小盆似的海碗 快活地吃着面 桑桑蹲在二人身前不远处 把那件衣服和布套放进铜盆里烧了 店铺里 没有人说话 不知过了多久 宁缺放下手中的面碗 舒服地向后仰去 揉了揉微谷的肚子 看着身旁蹲着的朝小树说道 我杀的人超过了五个 你再重新抱个数 哎 别太小气 我可是让桑桑给你夹了个煎蛋的 朝小树端着面碗 看着他苦笑着说道 原来你在这儿等着我 两千两 成交 宁缺看似随意 心里却是有些小小激动 至于蹲在铜盆旁 烧衣服的桑桑 更是紧紧地握住了小拳头 暗自盘算着两千两银子 得多大一堆 桑桑准备去洗碗 朝小树有些恋恋不舍地 将还有小半碗面汤的碗递了过去 然后眉头微微一簇 缓缓抬起绣脚 掩住双唇 放下时 绣上已经多了些斑斑血迹 宁缺看着他的衣袖 知道在先前的连番战斗中 这个极强大的中年男子 终究还是受了不轻的伤 沉默片刻后问道 没事吧 朝小树接过桑桑递过来的一碗粗茶 微笑表示感谢 喝了一口后 平静地说道 不用担心 我自幼在东城平民巷弄内长大 这一辈子不知道打过多少架 比这重的伤 不知道受过多少次 每次仇家看着我浑身是血 以为我再也爬不起来的时候 我总能爬起来 给他们致命一击 宁缺自嘲地说道 哼 一个只知道打架斗殴的混混 居然能够修行 而且还这么厉害 我如此心细修行之道 却连出镜都摸不到门 这浩天老爷真是瞎了眼睛啊 朝小树笑了笑 没有继续这个话题 钟声浸泡在长安城黑夜江湖里的帮派首领 最后能够成为洞玄上品的大剑师 其间自有一些机缘 但那些机缘不足道也 你说过 过了今夜 你的底牌就能翻出来 宁缺的目光透过铺子的木门 落到远处的皇宫一角 说道 现在我大概能猜到 你的底牌是在宫里 有这么深的背景 难怪你可以不用看长安府的脸色 今夜之后 大概整个帝国的人都会羡慕我 因为我身后 站着那样一个人 朝小树平静地说道 但不会有任何人知道 我未知 付出了什么 替宫里贵人做事 需要你付出什么 宁缺问道 朝小树洒然一笑说道 如果这些年不是被俗误缠身 宫里那位偶一动念 我便要去处理无数琐碎小事 或者我早就已经突破洞玄 踏入天命境界 就这些 宁缺继续追问道 朝小树不知道想到什么事 陷入长时间的沉默 笑容变得有些舒淡 万生说道 还需要你付出血性 做事情要顾大局 那么有时候便不能快意 因为要逼出对手所有的底牌 需要我隐忍数月 所以我 甚至没能护住自家的兄弟 听到这句话 宁缺的右手微紧 知道这是在说小黑子 但他没有接话 没有说出自己与小黑子之间的关系 低头问道 你那兄弟怎么死的 我那个兄弟叫卓尔 是个碟子 均不让他潜伏到我身边 让他查我有没有和越伦国勾结 其实只是想找个对春风亭动手的借口 甚至有可能直接对我进行栽赃 但兄弟终究是兄弟 他把所有的内幕都告诉了我 自然也不会替军部查我 更不会按照军部的军令栽赃我 而他身为我大唐军人 又不可能出卖布衙同袍的秘密 所以这几个月 他夹在中间 非常痛苦 曹小树眼帘微锤说道 现在想来 即便会让宫里那位动怒 我也应该早些告诉他事情的真相 也许他终究会死 但至少 那段时间里 不会那么痛苦 宁缺随意地问道 可你还没有说 他到底是怎么死的 碟子是最危险的一种工作 他没有倒向任何一方时 便随时随地有可能死去 当他决定倒向其中某一方时 他更可能会迎来死亡 当日他终于决定把军部的计划告诉我 结果被军部查局 于是便被清洗 就死在这间铺子对面 曹小树望向铺子的木门 望向看不到的那面灰墙 宁缺沉默了片刻问道 动手的就是先前那名南晋剑尸 是 曹小树回头望向少年轻致的脸 微笑说道 从今以后 就是兄弟了 宁缺眉毛微挑 笑着回答道 会不会太儿戏了些 曹小树笑起来说道 一是人两兄弟 这种事情本来就这么简单 一是人不过两碗煎蛋面 宁缺摇着头笑着说道 兄弟这个词有些太烂打街 而且我知道的那些著名兄弟们 如果不是其中某些人幸运的先死 那么这些兄弟们最终都会反目成仇 今天晚上 我只是想帮你 顺便挣些钱 你能不能不要这么俗气 在生活里找点别的意义 潮小树眉间微微促起 然后有兴趣地打量着宁缺 有些意外于会听到这样一个答复 问道 自你这般年纪 眼中的世界却如此灰暗 我现在倒真的很好奇你的过去 日后如果你有兴趣讲给我听 请一定记得喊我 我请查 宁缺回答道 那些事我自己都不想回忆 更何况是当故事讲给别人听 潮小树微笑说道 好吧 那除了煎蛋面之外 你所以为的生活的真正意义是什么 生活的意义当然是事业与爱情 或者说金钱和女人 哎 我知道你觉得这句话很妙 也觉得我这个人很妙 但你能不能不要笑得这么莫测高深呢 宁缺无奈地摇了摇头 为了让这位长安城大佬明白什么叫意义 指着刚走过来的桑桑问道 你觉得红袖招里哪位姑娘 适合做你家少奶奶 桑桑把小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然后簇着眉间 很认真地想了半天 才小心翼翼地说道 我觉得坐在你左手边 第二位姑娘就挺好的 啊 那是陆雪姑娘 宁缺想着那位姑娘的柔软腰肢 笑着追问道 为什么你觉得这位姑娘适合我当老婆 桑桑睁着那双柳叶眼认真地回答道 脸上的妆粉抹得芸细 笑起来感觉挺干净 牙齿白净 看着觉得很健康 而且我偷偷看过她的腰臀 将来应该是很好生孩子的 宁缺回过头 冲着曹小树得意的一笑 曹小树看着她左脸颊上的小九窝 我正然想到 天天守着一个铺子 和自家未成年的小侍女 讨论哪个妓女适合生养 适合当自己的老婆 这难道就是生活的意义 忽然间她想到离开老笔斋前 倚着铺门的小侍女 想到回到老笔斋后 两碗热腾腾的煎蛋面 想着先前被遗忘在角落里的自己 想着这对主仆二人之间 自然到无法让任何人插入的感觉 渐渐明白了些什么 微笑着说道 原来生活的意义就是生活 宁缺摇头微笑着说道 酸了 这话就太酸了 曹小树看着少年的神情 知道他并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 自然也不会去点破那些东西 站起身来走到铺门处 回头微笑着说声 我该走了 今天夜里的长安城 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 银子明天有人会给你 然后他会带你去一个地方 听到这句话的最后几个字 宁缺的脸上浮现出一丝警惕的神情 他没有问去什么地方 而是直接问出了事情的关键核心 能不能不去 曹小树推开店铺木门 甘情利落地说道 不能 预知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今天晚上的长安城肯定很热闹 经历了一夜战斗的宁缺很累 但雨夜里的刀光血水又让他有些兴奋 想象着此时正在各访室里发生的画面 猜着超小树的底牌 推测着明儿要去的地方是哪儿 辗转反侧 怎么也没办法入睡 他隔着薄薄的被子把桑桑登醒 就这些事聊了会儿 还是没有聊明白 桑桑见他神色憔悴 却又无法入睡 偏着脑袋响了会儿 披了件单衣下地端回一坛烈酒 二人分坐在床的两头喝了起来 如以往那样 绝大多数的酒水浸了桑桑的小肚子 宁缺还不过喝了几口 便难胜酒力 终于昏昏沉沉地睡去 第二日上午 缠绵了好些时日的春雨 忽然停止 清历的日头 招呼都没打一声 便从云雨后方钻了出来 当空罩着那些树梢里雀跃的小鸟 一辆马车悄无声息地停在了老笔斋门口 车上走下了一个小丝模样的青年 招呼都没打一声 静止推开了半壁的店铺木门 望着刚起床的主仆二人 微仰下额 冷冷说道 走吧 这大概是朝小树说的来接自己的人 宁缺看着那个小丝 注意到此人眉眼凝合 却似有似无流露出几次傲气 对方平平地猴杰 还有与普通人有些细微差异的站姿中看出 这个家伙应该是宫里的那位小公公 昨晚就知道 朝小树的后台靠山在皇宫之中 今天一个小太监来接自己 宁缺自然不会觉得太过震惊 他只是想着要不要塞个红包 要塞多大的红包 在那些被小说故事培养出来的印象中 皇帝不及太监 急的另外一方面意思就是 皇帝好惹 太监不好惹 故事里的主角但凡遇着太监 不拘对方是总管大人还是执事小义 都会择个时机 毫无烟火气地递过去几张薄薄的银票 甚至是一块剔透的玉丸物 他看那些故事时最大的疑惑便是 那些主角身上哪来的这么多玉器 影缺眉毛一挑 看了桑桑一眼 用眼神询问 是不是得准备点啥 桑桑向来是个急抠门的主 微微一正便扭过头去 当没看明白是啥意思 话说他少爷也不是个大方的人 略一撕存 决定自己也干脆装傻 省些银子是些银子 那小太监扶着双手 在铺子里随意打量了一番 像老人般点了点头 用轻量的声音说道 听说这巷子里有些好字 今天来看看果然不错 宫里有贵人想瞧你写字 你赶紧梳洗梳洗 随我走吧 宁缺心想 这由头倒是不错 看了眼身上的穿着 向着那小太监 鸡手一礼 笑着说道 平日里也是这般穿的 穷酸书生 哪里还能梳洗出朵花来 本来还有些担心 对方没有收到红包 会不会刁难自己 没想到这位小公公 倒是不以为意 反而微微一笑 似是有些喜欢他的谈吐 冲着他点了点头 便走出了铺门 有些逼则的车厢里 小太监一路闭目养神 看他先前在零四十七项的表现 应该不是对宁缺有什么意见 也不是不屑于他说话 而是在宫外习惯性的谨慎 宁缺反而觉得这样清静 掀开车帘一角 妄想接盼景致 只见清丽的阳光之下 长安百姓面带笑容 行走与访视之间 各处早点铺子生意兴隆 时不时能听见几句呼朋唤友的喊叫 哪能看到半点 昨夜江湖血痘的影子 不知道过了多久 两台柳音遮住了视线 一片舒服的阴影 遮住了整辆马车 和车马通行的时道 阴影不是来自柳树 而是来自柳树之后 护城河之后的那座黄城 大唐乃天下第一雄国 长安城乃天下第一雄城 大唐黄城乃天下第一雄奇宫殿 黄公用雄奇二字形容 或者有些不妥贴 但大唐黄公秉承着千年唐人壮阔气度 珠墙坚厚 黄颜四溅 气象恢弘 肃木 不似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妃 清晨流之汇聚成的风流贵地 而更像是一座矗立在大唐中心的雄关 宁缺仰头望向气势庄严的黄城 目光顺着极高的珠色城墙 望向城头像黑点般的大唐语林军士族 表情平静如常 心中却是默默地赞叹 只可惜 马车并未经由珠雀正门而入 而是顺着护城河绕了半圈 然后从一道急不起眼的侧门驶了进去 车马进入皇宫 在那些并不宽敞的车道上缓慢行驶 不知转了多少道弯 视线全部被车旁的高墙飞檐所遮挡 只看得到被眼角切割成碎片的天空 他根本没有机会一睹皇宫的全貌 只觉着里面的宫殿极高极高 在远远能看见一片壁湖的杂事房处 那位小公公带着宁缺下了马车 开始步行 二人顺着湖畔的秘密烛海 走过了约摸几盏茶的功夫 穿过由红柱支撑的一片扩大雨廊 走到一排并不起眼的小店前 才停下脚步 令宁缺感到有些疑惑 甚至警惕的是 这般长的一段路途 他竟没有看到任何侍卫 甚至连太监宫女都没有看到过一个 这位小太监转过头来 看着他面无表情地说道 这儿就是御书房 我只能带你到这里 你就在这儿等着 见完之后 自然有人带你离宫 宁缺并不如何在意 正饶有兴致地 看着店前那些一花奇数 看着远处垂流眼影的湖中花坊 正想着 有没有可能瞅着几位漂亮的宫女 然后忽然听到 御书房这三个字 身体不由微微一僵 转身震惊地望向身后 这间不起眼的房间 男人最隐秘的地方 不是卧室 而是书房 冬天的雪晨 他可以在书房里看禁书 夏天的黄昏 他可以在书房里全裸看春宫 春天的暖午 他可以在书房里 与人写着暧昧的情书 秋天的深夜 他可以扯过红袖座 怀里揉捏 这里没有黄脸坡的打扰 没有孩子的嬉闹 一应私密快活事都能借着墨卷书箱光明正大而行 没有谁会来打扰你 皇帝也是男人 御书房自然是他最私密的地方 历史上不知有多少大事 多少宫廷殷慧事都发生在御书房 若非是皇帝最信任的亲信 或者准备赋予绝对信任的亲信 绝对没有资格进御书房 武则天进了御书房 张居正进了御书房 魏忠贤进了御书房 韦小宝进了御书房 宁缺正正看着御书房紧闭的房门 凯然想到 有多少伟大的女性 多少钱贤大烟全臣 就因为进了这间小小的书房 就此飞黄腾达不可一世 想不到今时今日 这种机会居然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 昨夜猜想着朝小树后台 就是宫中某人 而宫中那人很大可能 就是皇帝陛下本人 然而猜存与证实是两回事 前十六年鞭配流离艰难生存的少年 骤然发现自己似乎拥有了 一步登天的机会 心中难免有些震撼 他终于明白了朝小树昨夜说的话 比真金白银还要真 这真是天下最粗的一根大腿啊 半个时辰之内 没有人会来这里 如果有人问 你就按我先前教你的回答 就说是陆吉带你进的宫 满怀感慨地想着 宁缺完全没有注意到那位小太监不知何时 已然悄然离去 当他醒过来时 发现御书房四周已经空无一人 身处陌生而森严的皇宫之中 身旁没有一个认识的人 阴凉宜人的环境顿时变得有些阴森起来 纵使胆大如他 也不禁感到有些微微不适 站在廊前等待了片刻 他忽然想着 自己是不是应该进去 他和桑桑进长安城市 就像土包子般赞叹惊讶两久 更何况这里是皇宫 他根本不懂那些规矩 只是按照常理所论这般想了 于是他也就这般做了 轻轻咳了两声 假模假式的向御书房里拱了拱手 便推门走了进去 所谓水到渠成 理所当然都是假的 宁缺就是想进去 他这些年来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 除了冥想习武便是书法之道 今日极难得的拥有了进御书房的机会 当然渴望能够看看 这间传闻中拥有无数名家神帖的书房 这种渴望是如此的强烈 甚至强烈到他完全可以忘了所谓的规矩 推门而入 入眼处 依着墙壁是极高的一排书架 书架横平竖直 样式极为普通简单 但用的木料却是极名贵的冬雨黄花梨 书架上密密麻麻陈列着各式书籍 摆放参差不齐 但却是极名贵的孤本真品 书桌上铺放着几张书纸 一支毛笔像轻弹细法般搁在宴中 浸在墨里 另外的树根毛笔则是凌乱地搁在笔架上 指是宣州雅指 笔是横电纯毫 墨是陈州松墨 燕是黄州陈一燕 无一齐眼又无一不是珍贵的贡品 这些笔墨纸燕若能脱回临四十七项去 那能卖多少钱来 宁缺正正地看着四周 心中无来由地生出这般混账的念头 旋即 目光便被三面白墙上挂着的符符书法所吸引 看着这些被收入深宫世间难逆的传世法帖 他震惊难言 脚步缓缓移动 目光落在那些或方应普捉 或平整秀魅的名家真迹上 还有那些提记印章上 右手下意识地随之在空中画动 开始临摹起来 脸上满是喜悦赞叹的神情 绕到书桌之前 他看着纸上有五个浓墨大字 忍不住皱了皱眉头 喃喃叹道 嗯 陛下的欣赏水平倒是极高 可这字写的实在不咋地呀 欲之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作者 猫腻 演播 酸贤人 第六十五章 愉悦 此时海 上 唯有细利感的整幅宣州雅指之上 墨迹淋漓不羁 写着五个字 愉悦 此时海 看整幅书贴 构书框架 纸上本应该还有下面一句 但不知为何 书者写了这五个字 便倦然绰笔 海字的最后一勾 中段挂白 隐隐透着丝 不甘之意 这五个墨字构体严谨 气度隐现 若是普通人写出来 自然算是不错 可在宁缺看来 却不觉得有任何可观之处 尤其是 尤其是他刚刚 保揽了一番前贤的真迹 自然更觉得 愉悦此时海这五个字 实在是相当的糟糕 纵使猜到这字是皇帝陛下写的 也不会改变他的观感 想着今日入宫 是借着书家的名头 宁缺心头 微微一动 暗想 若是日后 自己的这首字 入了皇帝老爷子的法眼 就此一路青云直上 做个不受人待见 却极风光的弄尘 倒也不错 正这般想着 忽然听到御书房后方 远远传来一道愤怒的声音 那声音浑厚有力 而又显得格外的暴躁 只是由于距离太远 只能听清楚 某位骂人者 最愤怒时的几个字 白痴 白痴 一成白痴 白痴二子 被那人骂得质地有声 铿锵有力 浑厚若占骨 清脆若激情 宁缺正正站在御书房内 听着这仿佛从天传来的白痴二子 渐渐不由听吃了 心中大感亲切 暗想不知道是哪位总管大人 骂起白痴来 居然颇有自己的几分风骚 大唐皇宫 是何等样庄严肃穆之地 就算是权柄极重的太监总管 也不敢用这么大的声音骂人 更何况此时骂人白痴的声音 是从义政殿里传出来的 宁缺不清楚皇宫里的建筑分布 当然也不知道 御书房一带向来守卫极为森严 而义政殿刚好距离御书房极近 所以他能听到无数句白痴 而别人却不见得能听到 义政殿内 御柱上缠着盘龙 金帘上绣着天女散花 与他左手坐着位美貌宫庄的妇人 约莫三十来岁 眉眼秀丽 顾盼间妩媚而不失度 极显温婉 略有些厚的双唇紧紧抿着 又添了丝坚毅之色 看她头饰奉扶 正是大唐皇后娘娘 与他右侧坐着位十六七岁的少女 眼帘微锤正在用千细的手指分叉 清理容颜配着这副静谧的神情 显得极为大气雍容 在草原上奔跑晒出来的微黑脸颊 如今不过数十日便恢复了白细 正是大唐四公主李渔 在皇后娘娘和公主殿下的中间 玉塔之上坐着位中年男子 黑发很随意地竖在脑后 身上穿着件极宽大的袍子 声音温和有力而不容置疑 偶尔说到那两个字时 音调便会像浮云西山般猛地跳起来 雷霆响彻电雨 在玉塔之前的地上 跪着十几位官员 他们深深埋着头 身体微微颤抖 显得格外的惭愧恐惧 而有资格坐着的亲王殿下和两位老臣脸色也极为难看 大唐向来不中世俗规矩 即便是君臣之间的日常议事交往 臣子往往也不用跪拜叩首 只需要长衣行礼 尤其是到了这一代 以宽人著称的皇帝陛下 平日义政殿里君臣相逢 陛下甚至会连长衣之礼都挥手免了 然而今日 宽人的君王骤然爆发雷霆之怒 大唐群臣终于重新认识到 陛下平日不要自己跪 那是因为他不乐意 当他不乐时 义政殿便变得可怕起来 玉塔之上的中年男子 自然便是大唐皇帝 后天世界里世俗权力最大的那个人 他望着身前跪倒在冰冷金砖上的大臣们 平静里透着丝嘲弄的目光 缓缓拂过众人的脸 中都督 上都护 怀化大将 这都是军部的大佬 上书幼成 中司侍郎 户部的老少爷们 京兆尹 皇门侍郎 长安城里的两座雕像 还有坐在椅中的亲弟弟 还有那些老的不成人形的家伙 究竟对这件事情知晓多少 哼 一个帮派 能够拿和运生意 能够遗粮泄库 凭什么 你们都是朝中大员 府中管事一句话 便不知有多少人 战力精心 凭什么 朝小叔就敢不听你们的话 哼 你们真是一群白痴吗 难道从来 就没有想过原因 哼 大唐皇帝陛下 像看着一群混账子孙般 看着自己的大臣 右手扶着有些隐隐生痛的后脑勺 因为愤怒和失望 甚至产生了极想失声大笑的冲动 他瞪着众人 用力地拍打着扶案 赤道 你们想看着长安第一帮派的后台究竟是谁 现在你们知道了 知道是朕 有没有觉得自己变成了世界最大的白痴 鱼龙榜 鱼龙榜 你们都是饱读诗书之辈 贯见风雨之力 居然就没有一个人想到过 鱼龙潜伏这四个字 如果不是朕的意思 这长安城里 谁敢用这个名字当帮名 嗯 朕对你们很失望 不是失望于你们无视法律欺压百姓 而是失望于你们的愚蠢白痴 这么简单的事情 居然这么多年都没有看明白 你们不是白痴 谁是 长安城里春雨夜乱斗 最后确实成功地逼出了朝小树的底牌 然而这张底牌一现 顿时风雨消失无踪 因为这张底牌实在是太过强大 强大到只需要一句话 便可以将所有人定义为白痴 然后开始秋后算账 跪在地上的大臣们委屈难过 不知如何言语 默默想着 这么多年来 谁也没有发现 鱼龙帮和宫里有任何瓜葛 再说 您是贵不可言的真龙天子 鱼龙帮只是长安城 阴水沟里的小鲤鱼 地位相差千万里 完全不是一个世界的存在 谁会想到这之间竟有联系 这就像是衙门里的师爷 去为难后厨一个小邦宫 结果闹到最后 师爷居然发现 这个小邦宫居然是户部上书罩着的 可问题在于 户部上书罩着的家伙 又怎么可能在县衙后厨里 当个小邦宫 如果朝小树 是当年陛下您在民间预兆的旧时 二者有情分 那他怎么会这些年 一直在江湖这条臭水沟里泡着 只要您一句话 帝国哪里找不到四五品的官缺给他 这哪是王爷大臣们白痴 这纯粹是陛下 您把我们当成白痴在玩啊 跪在冰冷金砖上的 和不安坐在椅中的大唐权贵大臣们 巨字满腹牢骚 但却没有人敢在此时跳出来 与龙椅上的那位争执两句 对于帝国的大人物们来说 争取或者是收服春风亭老巢 只是件小事情 结果却碰到了天下最大的一座山 心里清楚必然会倒霉 而更关键的是 他们的下手副手 负责具体操办这些事宜 在其中动用了朝廷 甚至是军方的力量 这已然触碰到了陛下的底线 此事该如何了局 欲知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作者 猫腻 演播 酸贤人 第六十六章 鱼月 此时海 下 户部尚书 行成鱼 从未觉得 一针殿的金砖 这般硬过 事实上 除了大朝会时 他确实很少下跪 更何况 是跪了这般长的时间 他偷偷抹了额头上的冷汗 觉得腰椎已经有了些折断的倾向 为了寻找某些心理上的慰藉 偷偷向旁边瞄了一眼 看见那几位军部大佬丧败的脸色 果然觉得安慰不少 心中油然生起了幸运和后怕两种情绪 清运司库房想要临四十七项那些地面 看似是此次冲突的主因 其实只是一个小小的引子 而且我虽然知情 但始终未曾插手 可你们军部此次 却是涉事极深 听说那个雨夜里 有二十名雨林军精锐被杀 还有一位动玄境界的念师丧命 试问死等状况下 陛下怎能轻饶了你们 龙椅上那位中年男人 充满嘲弄和愤怒味道的话语继续响起 最后化为一声恨铁不成钢的叹息 唉 朕当年搞出这么一个帮派 替帝国在民间做耳目 满了十几年时间 好生辛苦 结果 就被你们这群家伙 因为一些迎头小利 而硬生生的逼到明面 从此之后 再也无法起到朕想要的作用 朕骂你们白痴 难道有喝不对 圣上 圣上未探唏唏 群臣唏唏未探 此时他们都知道 所谓鱼龙帮 正是陛下还是太子爷时游逛长安时 一时兴起的产物 各自在心里默默想着 这只是您的玩物罢了 哪里又能有如此多的说法 就在此时 皇帝殿下的声音变得低沉寒冷起来 义英的嘲讽味道尽数消失不见 盯着群臣尖锐的质问道 问题在于 你们真的只是为了那些迎头小利吗 朕知道你们想要做什么 但朕的妻子女儿 又岂能容你们这群找死的白痴挑拨 你们打着皇后和公主的名义 在长安城内搞风搞雨 可你们肯定不知 朕的皇后 一向都是很清楚 那个小帮派和宫里的关系 而于而 她小时候更是被朕亲手抱着去春风亭玩过 话到此时 殿上群臣们终于再也无法承受这一波又一波荒唐而冰冷的打击 军部怀化大将和皇门侍郎同时双腿一软 自贵姿变成了惶恐乙坐 皇帝冷冷盯着他们二人说道 大唐军人的职责是户土开疆 而不是用来帮黑帮抢地盘 尤其令朕不齿的是 你居然还没有抢赢 既然如此 中都户 你去长安城替朕好好训兵吧 训个三年五载 什么时候确认你手下的兵能够打赢长安城的黑帮了 再给朕滚回来 长安城地处地经西南 夏日闷热 冬日诗寒 山间多林 多瘴气 多毒物 向来被大唐官员视为显途 至于说三年五载还要打赢长安城黑帮 任何话都是陛下的经头所说 他说你没打赢 那便是没打赢 那你如何回来 轻描淡写一句话 一位军部大佬便被发配苦香 而且极有可能终生不能回还终书 处置不可谓不狠 殿上群臣愈发惶恐 倒是中都户本人听闻镜上人头还在 毫不犹豫地重重磕了两个头 连连谢恩不已 皇帝陛下今日连骂数十句白痴 有些疲惫 看着这些不敢还嘴的大臣 也觉得有些厌倦 自礼于手中接过一盏茶 饮了两口 挥手示意 林公公自御踏侧方闪身而出 枯瘦的双手缓缓拉开明黄色的圣纸 面无表情的念叨 天启十三年 着户部尚书 行成于归府静心 反省三月 朕等你的辩罪奏章 所谓辩罪奏章只是个说法 陛下这是给朝中大臣颜面 让他自己主动请辞还乡 行成于叩首以应 想着自己的幻海生涯 竟就因为这么一件小事 就因为长安城里一个黑帮而中断 撑着身体的双手 忍不住颤抖起来 随着林公公面无表情的宣读圣旨 一位侍郎下狱 户部清运司库房 从上到下进行了一次清洗 长安城数名官员被就地免职 经兆尹大人神情黯淡的 被逐至天水围 皇门侍郎交由有私审理相设罪状 而军部遭受的打击 则是最为沉重 夏侯大将愤怒来信 要求军部向他解释 为什么得力的校署 卓尔被军部谋杀 于是皇帝陛下 斩了军部七个人头 向那位远在边疆的重将解释 又或者说是向朝小数做了解释 在宣读圣旨 贬杀涉案官员的过程中 无论那些官员或叩首出血 或大声喊冤 或感激涕零 皇帝陛下始终沉默 一言不发 只是当吏部尚书 征询经兆尹替代人选意见时 他簇着的眉头 想起了一个名字 长安府司法参军 那个叫谁谁谁上官的 哦 是上官杨宇 另一部尚书说道 他看了一眼陛下的神色 猜存着他的心意 倾壳两声后继续说道 该官员考评破家 早年前也是正经科举出身 只是因为容颜实在有些有爱观瞻 所以 朕要的是致民之官 又不是挑选美人 皇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说道 那就是这个人了 义政殿里臣子或逐或退 渐渐只剩下几个最重要的人物 一直眼观鼻 鼻观心 像石像般安坐在乙中的亲王 终于再也无法安坐 从乙中站起 走到御踏之前 掀起王袍前进 啪的一声跪了下来 大唐皇室 或者说当今的这位皇帝陛下 向来极重视家庭亲情 皇宫之中 少见史书上那些轻折争夺 对于亲王这位唯一的兄弟 皇帝陛下更是信任有加 在臣子面前 绝不会落他的面子 但亲王知道所谓面子 都是自己争取的 今日自己如果还要面子 那么他的皇兄 便会非常没有面子 果不其然 今日皇帝陛下极为罕见的 没有换他起身 而是居高临下 冷冷打亮着他的脸 观察着自家兄弟 眉眼间的那些沉痛 有几分真实 那些悔恨 有几分是演技 直到过了很久之后 才在身旁皇后的劝说下 面色烧迹 韩生说道 抬起头来 看着我 亲王殿下 缓缓抬头 直视玉榻之上的那道 夺破目光 王景略 是你府中供奉 是 朕让他去军中效力 你可觉得可惜 臣不敢 朕让他随着许氏打磨 自有他的好处 许氏乃大唐第一名将 王景略 号称修行天才 在那位铁血将军麾下 想必心性 必能有所敬意 亲王微微一震后 连忙贤 不用贤 至少 不能由你带他贤 皇帝看着自己的兄弟 韩生说道 我大唐出个人才不容易 所以 朕才想着保全他 但我大唐的人才 只能替大唐效命 绝不能成为你的私人财富 懂不懂 此言诛心 亲王骤然觉得心脏一紧 汗水如浆渗出后背 瞬间把王袍打湿 他不知道该如何言语应答 只有重新低下头去 以谦卑之态 祈求原谅 这些年 朕赏了你不少好东西 最近 内裤有些吃紧 你做些贡献 朕 祭你的好 臣弟不敢 这世上 还有什么事情 是你不敢做的 皇帝 皇帝笑着说道 堂堂一个亲王 居然纵容管事去开青楼 若不是捡大家与皇后是早年间的手帕交 朕不知还要被你瞒多少年 不是冷笑 话语里感觉没有什么疾风 但亲王却觉得身上那股无形的压力骤然再增几分 后背汉江涌出的速度越来越快 紧张等着皇帝陛下后续的旨意 但等了很长时间 却没有听到 不免有些狐疑 皇帝脸上的笑容渐渐连去 平静地看着他说道 朕 此番不肯重罚你 不是因为别的 就因为 替你家管事看红袖招的那人 替你说了一句 绝对忠于朕的话 亲王恍然大悟 那日曹小树去过红袖招后 管事曾经转述过崔德陆的汇报 虽然他自认为对龙椅上的那个男人忠心不二 但却也不乐意属下说的太多 总觉得有失颜面 今日想来 却还要多亏那人说的那句话 天启元年以来 大唐风调雨顺 朝野和光同尘 也就出了两春比较大的案子 一春是当年青天监事件 另外一件便是近日发生的这件事 被人换作春风亭案 春风亭一案中 明面上有十几位官员被贬逐去职 军部还有七人被斩 在暗地里则还有一些关键位置的关键人物提前便被清洗 只不过因为那些位置涉及皇宫的安危影响太坏 所以消息被封锁得很死 那个春雨夜里 雨林军偏将曹宁迎来了宫中的林公公 也迎来了自己的死亡 先前还是阶下囚的长三长思威 费六费经纬拿着陛下亲笔圣旨 直接将此人斩杀在雨中 然后报了阴病暴毙 同样是那个春雨夜里 鱼龙帮的刘武刘斯 纵马持枪 于萧继营操场上一枪挑了萧继营的副统领楚人 报了十年前的背阴之仇也完成了陛下交付的使命 也是在这场春雨夜后 大唐帝国上层的很多人都知道了春风亭老朝这个名字 或者说开始正式这个名字 这些人也很想知道他身旁杀人如麻的蒙面越伦国少年是谁 却无处问去 朝小树在御花园湖畔 静静看着这片叫做李海的大湖 身上一席青山 在湖峰中微微摆动 有太监宫女经过他身舟 便会谦卑地侧身避让 人们现在已经知道他是谁 知道他会有怎样的虔诚 毫无掩饰眼中的羡慕好奇 甚至是静慕 朝小树仿佛一无所觉 脸上没有昨夜杀人时的冷力 也看不到江湖草莽人物进入皇宫后应该有的紧张 神情潇洒从容 一位金色鲤鱼从李海里跃起 跃过宫女们用花环编成的龙门 然后欢快地重新落入水中 在很多人看来 朝小树于今日之长安城正如逾越此时海 声名大阵之鱼必将青云直上 但他并不如此想 欲知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江夜 第一卷清晨的帝国 作者猫腻 演播 酸咸人 第67章 花开彼岸天 上 义政殿内正在发生大唐天启年间最大的一次风云震荡 各部衙中不知多少官员正在镇处猜测自己的上司们的下场 御书房里的那个少年正兴奋地东张西望 站在御花园某处的草小树 却像是自己和这些事情全无关联 他沉默站在这片叫做李海的湖畔 微笑着看着那些五颜六色的鲤鱼跃出水面 跃过龙门 然后幸福地重新摔落湖中 摇尾起帘 起食而去 偶有叹息 十几年前 他是进京考书院 却被如今的那位皇帝领进长安江湖的少年书生郎 十几年后 他是剑下斩尽无数头颅 矗立在长安夜色中的青山骆驼客 站在湖畔想着过往的岁月 想着日后的前路 心头自然别有一番滋味 并不觉得那条青云路有何诱人之处 只觉得还想回到最初日夜苦读一心向道的旧日时光 一阵环佩轻鸣打破了湖畔的沉默 容颜清丽的少女公主带着两名近视宫女环环走过来 鲤鱼的目光落在湖畔中年男子身上显得有些发白的青色长山上 微微一震后笑着半蹲行礼 柔声说道 见过曹叔叔 大唐四公主李渔 备受圣上宠爱 民众疼爱敬仰 即便是遇见亲王殿下 也不过淡淡唤一声淑王 何曾对一名男子用上过如此亲近的称呼 草民不敢 朝小树侧身相让 口中连称惶恐不敢 脸上的神情满是惶恐不敢 然而身形微闪 胡锋动青山一角 哪里有半分惶恐不敢的感觉 只是礼貌上的尊敬礼 透着一分巨人于千里之外的疏离警惕 看见朝小树的反应 李渔搭在腰间的双手 微微一僵 身后的两名宫女摸摸勃然变色 然而不等他们有任何动作 李渔微笑强心应道 说起来 小时候 父皇让侍卫抱着我出宫玩耍那阵 在毒房里很是见过叔叔几次 只不过 毕竟那个时候年岁小 后来竟是渐渐忘了 朝叔叔可是抱过侄女的 今日又何必如此见外 殿下此言实在是令草民惶恐 草民何德何能 岂敢以公主长辈自居 朝小树微笑回应 湖水映着天光 在落在他英俊风朗的面容上 哪里有半分刻意谦卑作小之色 只是谨守着君臣之间的名分 不敢向前迈出那一步 李渔三番两次是好 朝小树三番两次 不软不硬的挡了回来 湖畔的气氛 骤然变得有些紧张 甚至压抑 李渔静静看着这位中年男子的脸 想着昨夜到今日 父皇表现出来的愤怒 表现出来对此人的回忽之意 愈发确认 这人在父皇心目中的地位极其重要 挥手阻止了身后宫女嬷嬷们小声的劝告 微笑着继续说道 我从草原上带回来了一些蛮子侍卫 听说前些天 有人向他们打听过一些事情 那人姓陈 好像是你的兄弟 朝小树稍一沉默 应道 他叫陈七 是我的兄弟 听到这个回答 李渔笑了起来 目光移向那片海似的湖面 看着被水底鱿鱼扰动的荷叶 问道 那个少年好用吗 公主殿下 我没有用他 我只是请他帮助我 朝小树回答道 是携手 而不是利用 如果是携手 那他也成了你的兄弟 李渔转过头来 眉间微醋地问道 朝小树想起老笔斋里的煎蛋面 还有宁缺地回答 自嘲一笑说道 某人看着世界 似乎比我还要更冷些 他看着鲤鱼的眉眼 认真地说道 殿下 他不想被人知道 所以还请殿下 替他保守这个小秘密 鲤鱼微微一震 然后嘲讽地说道 哼 那个白痴 以为这件事情 能够满很长时间 戴个黑色的口罩 输个月轮国的发誓 便想永远隐藏自己的身份 朝小树回答道 他马上会靠入书院 而且会靠进第二层楼 到那个时候 他自然不用再害怕被人暗算 李渔想起吕清晨老人 对宁缺的评价 猝着眉头问道 为什么你们对他的评价 都这么高 朝小树微笑着说道 因为他指 想起北山道口的刀光 想起火焰间的虎月身影 想起火堆旁的故事 李渔的脸上表情 不知不觉间变得柔和起来 但声音却依然显得有些清冷嘲弄 当初我给过他机会 但他不肯抓住 我本以为 他是视前程全才如浮云的另类 没想到 他只是觉得 那种出场方式不够精彩 非要选择这样一种方式 在长安城登场的 不过不管怎么说 是我把他带进了长安城 那他就是我的人 李渔似笑非笑地望着朝小树 朝叔叔 你把我的人用得这么狠 是不是应该提前向我打个招呼 言语上的交锋考量 终究还是心理上的抗衡 四公主李渔 在年轻一代里 自然是这一方面最优秀的女子 但惯看血雨腥风的春风亭老巢面前 却休想占到半丝的便宜 只见朝小树撒人一笑 说道 如果他是公主的人 又怎么会为一间小铺子为难成那副样子 而且我相信公主也应该看得出来 那个小家伙永远不会成为谁的人 他只会是他自己的人 几番试探 究竟是没有找到丝毫可乘之机 连叙述正式的缝隙都没有找到 李渔沉默片刻 挥手示意跟在自己身后的宫女嬷嬷离开 看着他神情凝重地说道 曹叔叔 曹小叔再次闭身重复说道 草民不敢 李渔摇了摇头 认真说道 全天下的人都知道 今日以后春风亭老巢不可能再是父皇藏在民间的那位草民 不再仅仅是长安城第一大帮的帮主 无论是侍卫首领大臣还是外放 天下必将有你一方位置 你还是春风亭老巢的时候 那些大臣就敢打着我或是皇后娘的名义去招揽你 设服你 现如今你已越海而出 难道你以为从此你还能置身事外 李渔静静地看着他 语气诚挚而毫不隐晦 皇后娘娘是聪明人 我也不笨 所以我们不会做任何父皇不喜欢我们做的事情 但是我们必须做些事情 我希望你能支持我 小时候你是抱过我的 你也抱过我的弟弟 你见过我的母亲 难道你就忍心看着弟弟的皇位旁落 忍心看着我的母亲在凝界忧权之中 满怀不甘悲怆 大唐无所谓夺敌 由谁继任全在皇帝陛下一念之间 一言之间 那位看似如若 实则清醒无比的皇帝陛下 不会允许自己的妻子儿女 做出任何友伤国体 超出他忍耐程度的争斗 但他却想看看 究竟谁表现得更加优秀 这个世间 这些史上极少出现大唐皇室 这般透明而开放的例子 但李渔今日在湖畔 对曹小树说的这番话 显然显得太过开诚不公 甚至有些赤裸裸 极不符合寻常人 对此类宫廷阴谋的想象 曹小树沉默了很长时间 看着他和声说道 公主殿下和您母亲真的很像 英会无比 知道对我这种江湖粗人 任何试探利用都没有意义 反而用江湖口吻比较合适 然而这终究是圣心独断之事 我只是大唐这片海里的一条小鱼 纵使有姓化林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曹叔叔太过自谦 要知道这些年来 我从没见过父皇这样信任一个人 而且他把当年精彩绝艳的书院备考生 硬生生压在东城阴沟中不放 一压便是若干年 我想父皇心中对你肯定觉得极为愧疚 李渔坚定地看着他说道 最关键的是 您身在大唐这片海中 那么即便越出海面 终究还是会重新落入海里 您总有一天必须选择向哪边游动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 朝小树小龙一展 英朗逼人 台碧灰清秀纸大胡说道 我是一条小鱼 但我并不喜欢在池子里面待着 即便是一片像海那般大的池子 终究还是池子 如果真的需要我选择往哪边游 或者最后 我会干脆选择上岸 李渔梅肩微醋问道 鱼上岸会渴死 但在死之前能够呼吸到足够多的空气 朝小树小树小道 朝树树坚持认为 朝堂就是那一方池子 可难道您能在天下找到 比我大堂更大的池子 江湖虽小些 但轻松随意一些 相较之下 我确实宁肯身处江湖之远 也不愿意站在庙堂之上 李渔醋梅看着湖畔的骆驼青山中年书生 忽然发现自己并不是很能理解某些人 叹道 江湖险恶并不少 朝小树微微一笑说道 但江湖够远 所以自由 李渔摇了摇头说道 能有怎样的自由呢 朝小树看着晚辈般疼惜地看着他 道 不选择的自由 宁缺的手很痒 这是多年习惯养成的痒 已经深入到了他的骨髓血脉之中 根本无法驱除 只有苦苦忍耐 安静无人的御书房中 他从门口走到书桌 从书桌走到笔架 又从笔架走回到门口 藏在袖中的右手不停地搓动着手指 却始终无法止住那股从心底最深处钻出来的痒 看见墙上明家悲铁痒 看着胡乱搁着的横垫唇好痒 嗅着陈州松墨特有的气味痒 触着宣纸黄牙的细微皱起 更痒 目光落在皇帝老爷子写的愉悦此时还五个字时 他更是痒得开始几眉弄眼难以自意 何以解痒 唯有纸笔 然而御书房内 动御笔 续臂下的亲书 这是何等愚蠢的一种选择 可能会被重责 甚至有可能要领受更严重的惩罚 但真的痒啊 当朝小树在湖畔谈论选择与自由的时候 宁缺也正在经历着一场痛苦的选择 嗯 写了 便赶紧撕掉 找了一个好借口 宁缺快活地叫了一声 冲到岸前像大口吃肉喝酒的好汉那般 画墨 捉笔 铺心纸 将心中积了数息的痒 尽数化为快意 一挥而就 淋漓尽致五个墨字 花开 彼岸天 预知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作者 猫腻 演播 酸咸人 第六十八章 花开彼岸天 中 鲁班门前弄斧 杜康铺前卖酒 夫子门前晒书 当然是最不量力的行为 可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 当鲁班 看见门前弄斧 那斯 当杜康看见铺前卖酒 那斯 夫子看见门前晒书 那斯 尤其是发现那斯在世间别方面领域乃是最神圣至高的存在时 他们会不会打从内心最深处生出如宁缺这般的哑来 我要做一只木鸟告诉那斯飞机的雏形是这样的 我要酿一壶美酒告诉那斯王国的佳酿是这样的 我要写几篇唠叨话告诉那斯这才是心灵高汤 我要续写几个字告诉那斯什么样的字才叫字 纵使你是人皇天帝也要给我乖乖听着 此时此刻的宁缺便正沉浸在这种极端的快感之中 他满意的看着宣州黄牙纸上见干的墨迹 幻想着自己正在撩充皇帝陛下的书法老师 用那些笔触墨快潇洒地抽着那位老爷子的手掌心 轻蔑不屑地严厉训斥 又写错了 把手伸过来 打手板 他对自己写出的这五个字非常满意 甚至觉得是近年来写的最好的几个字 除了笔墨指焰均属佳品之外 地处御书房这种奇妙的地域外 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在房间里积蓄了太多的痒 更是因为前五个字是皇帝亲笔所书的关系 他津津有味地欣赏着自己远转的用笔 平直宽薄的架构气势 一时间竟有些不舍将这张纸张撕掉 于是准备带字纸干透后收进衣袖 悄悄带出工具 然而就在此时一直安静无声的御书房外 忽然响起一道愤懑的嘀吼声 那个混账东西跑哪儿去了 宁缺一惊 抬头望去时 只见御书房的门已经被一只手推开 他眼瞳微缩 反应奇怪的手指头微微一弹 搁在亮指台上的墨指 轻飘飘地滑进了书架一角的空隙处 紧接着他一转身 扶起双袖 装作认真看书架上的藏书 身袖拂过时 书架那排书已经换了倾斜的方向 将每张花开彼岸天 严严实实地压在了最里面 谁也看不出来有人曾经动过 走进御书房的是一名身子矮壮的中年将领 身上穿着宫廷侍卫服 腰间细致跟黑金细带 显示出他极高的位阶 这位中年将领看到书架旁的宁缺 看着那个像书吃般专注望神看书的少年 气得眼睛一翻 力声喝道 谁他妈让你进来的 宁缺壮死望神 实际上耳朵一直竖着听后方的动静 听到这句话时 他心里咯噔一声 猜到这件事情中间有些误会 应该是那位小太监交代注意事项时 自己听差了些什么 应该不是白虎堂之类的阴谋 宫里如果要收拾自己这个小人物 根本没有必要做这么多的手脚 然而未有旨意 善入御书房 这种罪名可大可小 无论如何 他也不能让自己陷入这种麻烦里 他像一个被陛下藏书 迷花眼的可爱小书生般转过头来 揉了揉眼睛 看着门口出那位矮胖侍卫头子满脸茫然的说道 哦 我奉旨入功紧见 不知有何问题 那名矮胖侍卫头子微微一正 大概他从未想象过 有人在御书房内被人抓着个正着 却还能如此坦然 如此平静 脸上不由露出了莫名其妙的神情 痛苦地用手捂着额头 愤愤自言自语道 哎呀老丑你这个混蛋 也不说提前教些规矩 宁缺自书案后走了出来 拱手一礼疑惑问道 这位将军您认得曹大哥 在临四十七下 在春风亭 无论曹小树怎样表现得意气甘云 宁缺始终不肯认兄弟二字 此时此刻他却毫不在意 把大哥二字自然说出口 正是为了自保 至于反问则是反手为攻 反正目的就是要把对方的注意力 从御书房转移到别的地方 矮胖侍卫头子确认御书房四周没有人 满脸警惕不安地看了看房内的陈设 没有发现有任何异样 有些后怕的再次捂了捂额头 痛苦地望着宁缺说道 你小子赶紧给我滚出来 老子外面找你找了半个时辰 哪想到你居然敢走进这里来 你给我记住了啊 你今天没有进来过 你这辈子都不要想着和人炫耀这事 不然我灭了你 宁缺跟着一路埋怨唠叨的侍卫头子离开了御书房 向西侧稍转了两步 便来到了不远处的春河殿侍卫值日房内 在阴暗的房间中 他终于知道 面前这位矮胖和气 一口河北道强调 每个字都仿佛带着股大葱味的家伙 居然就是大唐宫廷侍卫副统领徐重山 也正是曹小树昨夜所说的他今天来见的正主 陛下库号书法 你刚好是个卖字了 所以才把你用这身份带进宫里来 只是为了避人耳目 结果你小子倒好 居然不坑不响就一头钻进了御书房 你呀难道真以为自己是啥书坛圣手 你呀真以为陛下请你来赏字的 徐重山愤怒的指着宁缺的鼻子低声咆哮 唾沫星子满天飞溅 宁缺有些肿破的揉了揉鼻子 暗自想着陛下倒是没有请自己来赏字 但自己已经在御书房里写了副字 你又能拿我咋地 想到此节 想到那张鸭在书架最角落里的花开彼岸天 他暗自琢磨着 以后得想个什么辙 把那东西拿出来 徐重山骂得有些累了 气喘吁吁地扶着粗实的腰杆 说道 得了得了 说正事吧 宁缺笑嘻嘻地应道 您请讲 徐重山有些怪异地看了他一眼 一道 你这少年嬉皮笑脸的 哪有半点像老巢嘴里说的模样 那是因为统领大人您虎为太盛 宁缺很认真的解释道 金山银山铜墙铁壁皆能穿 唯有马屁不能穿 哪怕是最稚嫩笨拙的马屁也有其作用 更何况拍出马屁的这家伙 本身就是一个看上去 有些稚嫩笨拙的少年 徐重山的脸色稍好了些 轻咳了两声后问道 你现在应该知道老巢是谁的人了吧 硬缺微微醋眉 装傻问道 潮大哥是统领大人的部署 嘿 我可没胆子去使唤春风亭老潮 另外 以后你不要叫他潮大哥 当年那些老人已经很少了 我们习惯叫他潮二哥 徐重山正色道 紧接着他想起昨夜那场春雨夜里的杀戮 想起老巢对这少年的评价 看宁缺便顺眼了些 卦风呼转 微笑问道 我说 昨天夜里 你为什么要去帮老巢啊 我收了他五百两银子 宁缺很诚实的回答道 没有谁会为了五百两银子 就去替一个刚刚相识的人出生入死 更何况 那个人还是一个十五六岁 即将入书院学习的少年 徐重山不相信他的解释 所以并不认为他贪财 反而觉得他是一个真正的性情中人 顿时愈发的看他顺眼了起来 嗯 陛下喜欢性情中人 我也喜欢 徐重山微笑着望着他问道 那么 接下来 我只需要问你一个问题 那就是 你愿意为了帝国献出你的生命 甚至荣誉吗 宁缺微微一正 皱着眉头想了很长时间 一方面是在猜存这位大人询问这个问题的真实原因 一方面是因为他有些不明白 为什么名誉二字前要用慎智 难道名誉会比生命更重要 这是一个很大很宽的问题 很严肃很神圣 却又很令人捉摸不到头绪 他想了很久 想起魏城的前后几人将军 想起那些生死与共的同袍 想起长安城里热情的百姓 认真缓慢地回答道 如果逼急了 生命倒是可以陷的 说到此节 他忽然想到昨夜的某个场景 朝小树依依不舍地放下半碗面汤后 遥望店铺对面灰墙的那番寂寥自序 于是他迟疑地加了一句 但有些东西不行 徐崇山严肃地看着他 发现少年没有在第一时间 毫无犹豫地做出质地有声的回答 而是认真甚至是为难地考虑了半天 对于这一点 副统领大人非但不怒 反而极为欣赏 因为他清楚 经历过思考后的审慎回答 比慷慨时的热血冲动更为可信 嗯 好 那从今以后 你就是我大唐侍卫里的一员 没有更多的问题 没有任何考教 就是简简单单的几句对话 徐崇山便决定吸纳这位少年进入大唐宫廷侍卫的队伍 这其中有朝小数作宝的因素 更多的原因是他确实有些喜欢这个少年回答问题时展露出来的性情 于是轮到宁轻 他看着手中那块乌木亚光的腰牌 看着上面的身份标识 沉默了很长时间后 茫然地说道 打一架就打成了大内侍 鱼龙帮被朝中那些白痴大臣逼到了名处 不要这么看着我 白痴二字是陛下昨夜大怒亲自下的评语 所以我需要重新安排一些藏在黑夜里的人手 徐崇山冷声的解释道 这是大唐子民的荣耀 你不要想着拒绝 不是拒绝不拒绝的问题 宁缺无奈的说道 问题是朝廷需要我做什么 我又能做什么 最关键的是 我马上就要参加书院入院室了 听到书院二字 徐崇山脸色微微一变 不是因为别的原因 而是作为示威处的老人 他很清楚朝小数当年遭遇了一些什么 也正是因为那些往事 如今这一批暗示卫拥有了当年不曾有过的待遇 他带着温和笑容看着宁缺说道 放心吧 你能进书院便进 从书院出来后 终归还不是替朝廷销利 二者并不冲突 可您还没说我需要做些什么 宁缺坚持的问道 羽龙帮被摆到了名处 但长安城的江湖已经不再有任何问题 徐崇山微微皱眉的说道 你的任务很简单 就是搜集情报 具体任务 以后再说 江湖如果不是问题 那么黄泉之外最大的问题 自然就是修行者的世界 联想到自己马上要进书院 想着副统领大人含混不清的交代 宁缺很自然地想到了某种可能 朝廷是不是要对书院下手 手里握着的侍卫腰牌 被汗水浸得有些湿 但他知道 这些事情不容自己拒绝 只希望日后事情的走向 和自己的想象并不一样 预知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作者 猫腻 演播 酸贤人 第六十九章 花开 彼岸天 下 假如生活要怎么样你 而你又无法拒绝 那么你只有如何如何 如果你并不非常抗拒 那么如何如何起来 想必就会变得轻松很多 基于这种认知 宁缺从震惊苦恼情绪中摆脱出来的速度极快 他挠了挠头 目光越过徐崇山厚实的尖头 穿过幽暗直日房的窗花说道 还能再问一个问题 还能再问一个问题吗 徐崇山干脆利落地回答道 能答的我就答 为什么是我 宁缺问道 徐崇山回答道 老巢很欣赏你 他认为如果你的运气再好些 将来成就甚至在他之上 另外 因为昨天夜里的事情 常三 陈七他们也很看重你 按照侍卫处的规矩 无论是明处的人手 还是暗侍卫 前辈的意见相对来说 更重要一些 大人 宁缺五额说道 如果这么多人都知道 我是暗侍卫的身份 那我很想请教一下 暗侍卫的这个暗字 究竟做何解释 要不要我回林四十七巷 点几挂鞭炮 再扯两道横幅 告诉全天下人 我做了这差事 徐崇山当然听出了 他话语里的不满恼怒 微微皱眉解释道 大唐是有规矩的地方 就算是宫里贵人 知晓你的身份 也没有谁敢冒着 陛下震怒的危险揭穿你 至于 常三他们几个人 早已证明了自己的忠诚 可靠 宁缺放下手臂 摇头说道 只有时间 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他们已经用十几年的时间 证明了这一切 徐崇山面无表情地说道 不过 你小子这句话我很喜欢 可惜你要考书院 那就只能走暗路 不然凭老朝对你的欣赏 和这句话 我倒是真有培养你 当我接班人的念头 我徐崇山虽然出身军种 还留了几分血性 可我做不到老朝那般潇洒 连你是谁都不知道 就敢把自己的性命 交到你手里 毕竟 侍卫关系到陛下的安危 所以侍卫处 事先已经调查过你的祖宗十八代 可惜 侍卫处查你的资料 只查到了你七岁 确认你是个孤儿 没能查到你的祖宗 但你在魏城在军寨里的表现 我们很清楚 而且我们很喜欢 徐崇山伸出宽厚的手掌 重重拍了宁缺的尖头说道 你从军的履历 历年积累下来的军功 已经足够证明 你对陛下和大唐的忠诚 听到侍卫处已经查过自己的底细 宁缺并不慌张 因为他知道 这个世界上 除了桑桑和已经死去的小黑子 再没有任何人知道自己究竟是谁 他慢慢捏弄着掌尖威尸的腰牌 沉默片刻后接着说道 按您先前所说 应该不会有人主动联络我 那么我有情况怎么向您汇报 我想以后见面应该不会是在宫里吧 我从来没有想象过这种事情 可以放在光明正大的地方进行 为什么不行 徐崇山傲然地说道 全天下没有比我大唐皇宫更安全的地方 宁缺叹息一声 无奈地接受了事实 然后抬起头来 仰着脸满怀期盼地说道 名义上的赏赐 也不能让人知道 那么我 什么时候面上 徐崇山正正地看着他 悬祭失声笑了出来 揉着滚圆的肚子笑道 哈哈哈哈 你一个小子 难道你啊 以为今天入宫是要面圣 难道不是吗 鬼更 十六 鬼姓 宁 徐崇山看着他认真地问道 你不是百岁老人 又不是皇族远亲 那你的脸 比别人大 宁缺摸了摸自己 勉强撑得上清秀的脸颊 摇了摇头 徐崇山叹息了一声 看着少年摇头说道 长三他们几个 已经好些年都没有见过陛下 那你究竟凭什么认为 自己有资格单独面圣 宁缺沉默了片刻认真说道 我 我的字 写得真不错 万一 陛下喜欢 说不定 就舍不得让我做侍卫 直接把我宣进宫来 做侍卜什么的 徐崇山脸了笑容 看着他嘲讽的说道 哼 除了侍卫 能常年待在宫中的 就只有太监 宁缺表情微僵 有些尴尬的笑了笑 不敢再继续这个话题 徐崇山是大唐侍卫副统领 理所当然的很忙 今日他特地抽出时间 最后无奈花了更多的时间 单独召见这个少年 已经是给了 曹小树天大的面子 谈完事情后 自然毫不犹豫地把对方赶走 然后赶紧跑回义政殿旁伺候着 宁缺走出了空无一人的侍卫执日房 正忧愁自己该怎么出宫 待会儿会不会像误入御书房那样 误入某处春柳公院 遇着某公院冷处 发生某些很操蛋的事情 或者会不会遇见某位被他定义为白痴 但偶尔还会想起的公主殿下 然后他看见那位把自己引进宫来的小太监 像个幽魂般不知何时 站到了自己身旁 虽然很想质问对方交代事情不清楚 让自己在御书房里受了笔墨毒品诱惑以及惊吓 但基于某种安全角度的考虑 他最终还是紧紧地闭上了嘴 老老实实地跟着小太监穿过寂静无人的湖柳花镜石门 坐上那辆B字的马车穿过洗衣局向宫外驶去 就在马车要穿过洗衣局那片宫像建筑时 宁其忽然偶有所感 胸口一阵发闷 顾不得身旁小太监表示警告的严厉眼色 掀起了车窗帘围一角 醋眉向外望去 目光穿过重重窄向天空 越过片片帮子声和弥漫像间的造角味道 落在远处某座宏伟宫殿的一角 高淡壁空中 那处沿上蹲着八九只神态各异的岩兽 他不知道这些岩兽叫什么名字 是何方祥瑞谁家怪物 正正地望着那处 只觉得自己胸口越来越闷 心脏跳得越来越快 仿佛马上就要崩断自己的肋骨跳江出来 而随着心脏跳动的加速 视线中那些遥远的岩兽变得越来越清晰 被风雨吹起了不知几百年的马石线条 越来越灵动 似乎下一刻便要变成活物 他闷哼一声 捂住了自己的胸口 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雨天和桑桑出见长安朱雀相时的感受 坚狠望着那些皇宫里的岩兽 脸色变得越来越苍白 却不肯挪离开目光 稍早时间的御书房内爆发了一场极为激烈的争吵 侍卫副统领大人徐冲山和大内副总管林公公 就像两座雕像般守在御书房外 不论听到任何声音 脸上都不敢流露出丝毫表情 因为这两位大人物内心深处 此时都坐着个孙子 害怕恐惧疑惑震惊到了极点 同时觉得御书房里那位实在是太他妈有种了 大唐天启已有13年 谁也没有见过皇帝陛下如此震怒 即便昨夜发生在春风亭事件后 陛下也只是重重的拍了几下桌子 骂了三十几句白痴 可今天御书房内的皇帝陛下 不知摔碎了几盏茶杯 骂了多少句绝对不能让人听到的脏话 嘲笑说 如果你还这么不识抬举 休怪老子收拾你 怎么收拾你 真 真 真还真他妈的不知道 你一个文娱到极点的家伙 怎么连点人间烟火的道理都不懂 好好好 我今天最后叫一声朝二哥 你到底留 还是不留 寓书房内骤然安静 门外的徐崇山和林公公忍不住转头护视一眼 确认看到对方眼瞳里的震惊羡慕之色与自己并无二致 极有默奢 极有默契的再次转头无言看花看树 房间里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响起了朝小树平静温和却极为坚定的声音 不留 啪哒一声沉闷的脆响 应该是那位皇帝陛下摔碎了自己最真爱的那方黄州陈一燕 守在门外的徐崇山和林公公再也无法保持沉默 尤其是徐崇山十分担心陛下震怒之余 会做出一些事后肯定会后悔的决定 抢前两步便准备叩门苦见 可就在这时 徐书房的门被吱压一声推开 一席青山的朝小树平静地跨过门槛走出 待身后房门重新关闭后 回身一掀长巾 双膝跪倒在地 极为严肃认真的三叩手 行了个君臣相见 不再见的大礼 然后他站起身来 微笑向徐崇山和林公公拱手一礼 离开了御书房向宫外走去 身旁没有太监宫女引路 他就这样孤身一人缓步走着 如同游园一般 十几年前 他来这座皇宫的次数很多 很有感情 这些年来进宫的次数少了很多 很是怀念 行之那片叫离海的大湖畔 朝小树若游作思 覆手于青山之后静静看湖 看着湖中金里欢快游动 忽然间唇角微微一翘 站出了阳光透柳音的清爽笑容 他平静寒笑的目光落出 那些欢快游动的金里身形骤然一僵 变得完全静止 仿佛是悬浮在金银绿波之中的玉鱼耳斑 生机盎然 却全无生意 朝小树南南念叨 久在繁龙里 富得反自然 天地是繁龙 人被困 心是繁龙 身被困 把心上繁龙破了 天地繁龙 自然也破了 御书房内 金冠被胡乱扔在一旁角落废柴里 大唐皇帝恼火的盯着岸上那幅 凌晨亲笔所写的 愉悦此时海 脸上满是不甘与遗憾之色 他并不知道 在书架的角落里 有人偷偷替他续了一句 花开彼岸篇 忽然间 他抬起头来 隔着窗户望向御花园的方向 眉头慢慢皱了起来 然后缓缓舒展开来 最终化为一片平静 和解脱 淡淡自嘲道 也许 你真是对的 某处皇宫中 一位约莫四十岁左右的道士 正在替皇后娘娘把脉 忽然间 他的眉头猛然挑了起来 手指极为无礼的 在皇后娘娘风雨的手腕上挠了一刀 正然的转头向身后望去 皇后娘娘微微醋眉 心想国师大人向来宁静温和 为何会如此失态 那道士正正看着那处忽然间垂胸顿足干嚎道 我错了 我真的错了 唉 当年我就该劝陛下早些放草小树离开 或者干脆就让他进书院 以夫子的能耐 以草小树的悟性心境 这些年来 我大唐必将再出一局势强者 甚至说不定可以和南晋纳斯战胜一场 唉 可惜啊 可惜啊 可惜硬生生 晚了十几年啊 洗衣局某篇巷中 宁缺坐在车巷上 执拗地盯着远处那几尊仿佛要活过来的岩兽 脸色越来越苍白 心跳越来越快 忽然间 所有的感觉都消失不见 皇宫朱雀门前 中年男子回头望向正点眼角上的那些石兽 朗声大笑起来 笑声异常的潇洒旷朗 没有一丝的杂意杂念 那些严寿仿佛听懂了他笑声声所传达出来的意思 重新回复平静 安详 潇洒笑声之中 他青山飘飘走出皇城正门 今日之后的长安城 少了位叫春风亭老巢的黑道领袖 这世间多了位观狐鱼而入知天命境界的强者 欲知后事 下回分解 欢迎收听玄幻小说 江夜 第一卷 清晨的帝国 作者 猫腻 演播 酸咸人 第七十章 告别的长街 回到林四十七项 推开铺门进入后宅 宁却从怀中取出了那块乌木亚光的腰排 随意地扔到了床上 就像是扔一块废柴 桑桑坐在了床头 未寒的两只小脚 塞在暖和的背盒之中 正在专心地缝补他的旧外套 看了被子上的腰盘一眼 好奇地拿了起来 对着屋顶透明的天光瓦撒下来的光线 眯着眼睛 仔细看了半天 问道 少爷 这是什么 大内侍卫的牌子 暗侍卫 就是见不得天光的那种 宁却坐到了桌旁 提起水壶 灌了几大口 想起今日进宫 竟是连口茶水都没喝着 不免有些郁闷 知道了宁却有了官面身份 如昨夜所盼那般 抱上了一根天下最粗的大腿 桑桑眯着那双柳叶眼 开心地笑了起来 不过他对事物的关心重点向来比较直接 每个月能有多少风露 宁却愣了愣 放下手中茶壶回忆先前的谈话 犹豫地说道 怎么着也得有个四五十两银子吧 桑桑猝着细细的眉头 幽黑的小脸上满是不满 说道 没有想象的多呀 宁却摇头笑着教训道 现在有两千两银子的身家 以后做事说话能不能大气些 桑桑听了这话 脸上的不满顿时消失无踪 笑嘻嘻着望着他招了招小手 说道 少爷 你先前走后 那边就悄悄地把银子送过来了 宁却有些疑惑不解 竟只走到了床边 歪在小侍女身旁好奇地问道 放哪了 桑桑神秘兮兮地向外面看了两眼 放下手中的针线活 用两只小手捏住腰间的被褥两脚 有些紧张地拉开了一条缝 微抬下额示意他往里看 宁却眉梢微挑 有些不可置信地向被窝里望去 只见桑桑两条细细的腿旁 竟是密密麻麻地摆了一层的银子 纵使被厚实的被褥遮住 只有极暗淡的光也能瞅见 令人眼花的银韵 他微微张嘴 强行压抑住心头的激动 装作镇定的教训道 都说过 要大气点 就算有两千两银子 看把你兴奋紧张成什么样 我就觉着奇怪 大白天的 你窝在床上做什么 原来是担心这些呀 难道你就不觉得银子个得慌 桑桑扬着销链看着他 很坚定地认真地摇了摇头 表示银子这种东西一点都不个人 宁却再次咳嗽了两声 宠溺地揉了揉小侍女的脑袋说道 两千两银子还能用一床被子遮住 那将来你家少爷挣了八千上万两银子 到时候你咋办呢 长安的春天很美 一场赶似一场的春雨时不时的下着 将满街满巷的青叶嫩花全部催生了出来 无论你是站在舰内还是立在亭间 都能看见满眼的生命颜色 东城林四十七巷 仿佛也随着越来越浓的春色 一道活了过来热闹渐线 春风亭事件之后 户部尚书被贬 清运司从上至下被清洗一空 闹腾了好些个月的争地事宜 自然也就无疾而终 围墙那边的清运司库房 死寂的像一座大坟墓 鱼龙帮虽然被迫登上了光明的舞台 但也没有忘记顺势 把整个城市的黑夜梳洗了一遍 至此时再没有人敢对 朝小数的这条街做任何手脚 甚至看上一眼都不敢 本是极好的地段 闹钟取静的刑伤庙地 如今没有了官府的压力 和黑势力的威慑 那些紧闭的铺门自然重新开启 无论是新接手的老板 还是那些见机奇快 重金买回租契的旧老板 都卷起了衣袖 准备借着这春日暖和时 好生大干一场 商业便是人业 讲究的便是个聚财器惠人流 往日零四十七巷 就是一间铺子开着 从骨子里透着骨半死不活的衰败劲 自然没有什么人愿意来逛 生意极差 如今临四十七巷 铺子全开 春树之下一片热闹 人流便自然而然凝聚了过来 和乡林铺面相比 老比寨的生意依然算不得极好 但教主刚开夜那阵 冷火秋烟的情形 不知道好到了多少 桑桑天天忙得不可开交 小脸蛋上的笑容越来越多 而且还坚持不肯让少爷多请几个帮工 至于宁缺骨子里 终究还是有点少年书生的酸腐气息 看着眼前热当 想着旧时的冷淡 便愈发瞧那些买书画的客人不顺眼 如今手头有了两千多两银子 也不怎么把老比斋的收入当回事 于是干脆把书卷价狠狠地向上提了一大截 在他的想象中 既然爷现在不差钱 你们又这般贱的要上门来买 那自然要多花些银子 如此方能对得起自己 方能让自己意图前日怨愤之气 然而事情发展总是出乎他的想象 老比斋的书画价格一提再提 最终提到了刚开夜时的五倍 却没想到 来买书座的客人竟是越来越多 虽说老比斋的名声 还是迟迟未能在长安城里打响 但在东城的某个小范围内 已经算是一块牌子 嗯 原来应该这么玩啊 宁缺捧着个小茶壶 已在门口打量着铺内的那些客人 美滋滋地作了两口茶 听着旁边新开的那间伪劣古玩铺里的吵架声 觉得生活真他妈的美好 街上的店铺老板们并不知道 林四十七项能够重获新生 他们能够赚得盘满钵满 和老比斋里那位小老板之间的关系 他们不知道 如果不是宁缺帮助朝小树 在那个春雨夜里大杀四方 这条街 只怕还是会像当初那般死寂 如今在他们眼中 老比斋的少年老板就是个 不会挣钱只会奴役侍女的废物罢了 生意好了 银子多了 人们自然容易高兴起来 但也容易产生一些新的问题 保暖思淫欲 如今生意刚刚好了四五日 那家伪劣古玩铺子里的老板 便有了纳妾的打算 今日这番激烈的吵架声 正是老板和正妻 为这事在开战 就凭你这模样啊 居然还有脸想纳妾 我为什么不行 老娘说你不行就不行 你要把我劈急了 我就告善长安府去 这这这事 皇后娘娘都管不得 长安府凭什么管 宁缺那小子都能有个小侍女 你天天都要踹我下床 老爷我讨个暖脚的 又有什么不行 你想我给你暖脚 朱雀门都没有 除非宁缺那小子做了皇帝 他又不姓李 他做哪门子皇帝 月轮国 南京国 大和国 只要这天下有的 随便哪国的皇帝都行 宁缺抱着茶壶 美嘖嘖嘖嘖着 津津有味的听着墙角 暗自赞叹 我大唐帝国果然民风飘悍 开放如斯 居然夫妻吵架都敢提到皇位这种事情 忽然间他表情一僵 才想明白过来 这吵架里居然提到了自己 不由有些恼火 正好这间铺子里的客人散了 桑桑正在收拾桌案上的摆设 他气冲冲的走了进来 嚷道 这日子过不下去了 两公婆吵架 居然拿少爷我说事 还敢妄自议论朝政 当我这个侍卫大人是死的 哼 我明儿就进宫 参他们一道 把他们满门抄斩 这话也并不虚假 他身上有暗侍卫的腰牌 本就负有替朝廷 真听民间愚情的职责 访世间有人在谈论皇位之事 当然可以向上级汇报 只是大唐律法虽然严苛 致民论心却极为宽松 这等夫妻吵架时的气话 别说是侍卫处 就算是把暗卷递到皇帝陛下暗前 想来也只能搏那些贵人们一笑 桑桑倒是因为他这句话 想到了这几天里自己的担忧 猝着细眉间问道 少爷 小时候你给我讲的故事里 做碟子总会死得很惨 你现在是暗示为大人 会不会有麻烦 宁缺放下茶壶 摇头说道 虽然那是块见不得光的腰牌 但不过就是个不入品的小人物 谁也不会在意我的身份 再者 如果日后真有麻烦 难道我不会躲开 稍一停顿后 他看着桑桑轻声的解释道 我接受这个身份 还有一个原因 日后 真的要去查那些事情 杀那些人 有一个大卫室内的身份 总会方便些 桑桑本就是懒带想事情的小侍女 听着她的解释 觉得有道理 便不去想 说道 散套刀套和外套都做好了 少爷 你什么时候去杀第二个人 刀怎么样 需不需要再磨磨 宁缺问道 桑桑认真地回答道 就算是杀猪 杀十几头的猪 肯定也会有问题 当然要磨 这对主仆的对话 向来跳跃飘忽 不是他们 彼此绝对会有些交流障碍 尤其是二人脸上平静寻常到极点的神情 若让外人听到 绝对不会想到他们 是在说那个春雨夜里的杀人刀磨损 以及磨刀再去杀人的血腥事情 就在这时 林四十七项那头 传来了一阵响亮的说话声 有人群向着那个方向涌去 宁缺好奇地走到铺门口 往那边看了一眼 脸上的神形微微一变 只见在一群青山青库青靴汉子的拱位之下 那名依旧是一席潇洒青山的中年人 正在拱手向各位店铺老板谈话 脸上挂着温和的微笑 不时拱手谈笑 大意是说 我走后请诸位老板放心经营 若有余事尽可交代下属办理 随着中年男子的交代 始终沉默站在他身后的那五六名汉子拱手为礼 那青山中年男子在每个铺子前 都会停留片刻 说上几句话 显得极有耐心 深州的帮众下属也随他缓慢走动 逐渐走向街巷的这头 街巷的这头 有间卖字墨的铺子 叫老笔斋 预知后事 下回分解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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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